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远北哲第二季由马斯达汽车特约赞助播出 创之蓝天黑科技GVC竟想驾成愉悦 本节目由精彩短视频秒拍抢先看的秒拍视频特别呈现 收看南远北哲独家花絮尽在Best TV客户端 什么意思啊 任务卡 余老师怎么可能玩得过我呢 鸟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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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叶子赛吗 在 叶子老师 我又把握这件比较是 嗯 嗯 这是精工细作呀 这个看着跟蓝莓似的 差点就把它吃掉 哈哈哈 我不会跳出了 什么 今天的庭审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任务卡 带一位女嘉宾唱完上海 并且发布一条朋友圈 最终点赞人数多的一组 将拥有马自达汽车的使用权限 15天 这个太简单了 余老师怎么可能玩得过我呢 再说了 我是干什么工作的 也不能乱说 放心吧 这个比赛我赢定了 赶紧把车压师先给我 温馨提示 没有任何经费 没有经费 没有经费啊 这个是真的没有经费吗 你们出去来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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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没有经费怎么录吗 怎么玩吗 不是说好去三亚的吗 没经费了 你别走啊 没经费 没经费 哎呦 怎么还不来呀 李老师 小宝 来了 今天穿的特别的帅 不是一直这样 上海滩啊 龙斑 龙老 我不做大哥 已经很多年了 你现在穿的也很潮啊 是吧 穿这么潮干什么呀 今天呢 我也打算带两位女嘉宾 一块去体验一下我的时尚之路 等等 什么叫两位女嘉宾 都和我走吧 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 我今天要带的是我们的女嘉宾 去体验一下上海有底蕴 有文化的路线 我赢了 我觉得他们会跟着我走 不会的 年轻人怎么可能会喜欢这种东西吧 最后一期了 为什么要让龙老师这么难堪呢 哦 年轻人下结论太早了吧 是吧 我们等他们来 看看他们到底怎么选 来了啊 来了 嗨 嗨 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女嘉宾 那就是SH48的谢妮和天草 欢迎 大家好 其实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我们已经探访过了祖国很多美丽的地方 今天我要问你们的是 一提到咱们上海 你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觉得上海是一个很时尚的城市 我觉得上海是一个很国际范的城市 它很好地把中西方的文化都融合在了一起 就像我们现在站在的这个外滩 有现代化的高楼 也有这样经典的有底蕴的欧式的建筑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探访一下上海的这种底蕴文化 其实你们不知道吧 我还拍过一个老上海风格的MV 它的名字叫玄陵木 玄陵木 来我考考你们 知不知道玄陵木在上海很多人又称之为什么 玄陵木 你说玄陵木其实呢就是我们上海人经常常见的法国梧桐树 你看那些老街 无论是新华路还是思南路 只要有两边的法国梧桐 立刻就感觉到老上海的风情了 对余老师这么一瞄是好像有点意思了呢 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位妙龄女子穿着一身旗袍走在当中 能刚叮吗 叮了吗 谢妮啊 你当时拍这个MV的时候是穿了旗袍吗 没有 只穿了对服 哎 这太遗憾了 今天余老师就帮你完成心愿 弥补上这个遗憾 我们一起去见识一下上海的旗袍制作 好棒 我也想起 哎呀呀呀呀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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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天气怎么样 冷吗 冷 对呀 这么冷的天穿上旗袍 你想旗袍开高唱 哎哎哎 等等等等 开这儿是门帘 旗袍没开这么高的 但是我告诉你 要风度就不要温度了 我们两位美少女就是要这么楚楚动人 天草是这样 其实我今天是想带你去体验一下 非常有意思的时尚之路 当然这里边还包括一个你特别喜欢的环节 哇 赛车 哎呦 天草 赛车太危险了 哎呦 你是没坐过天草的车 它的车才叫危险 你放心 我们今天有亚洲顶尖的赛车手来指导 我们绝对安全 那我今天就跟小宝老师走了 哇 好不好 尊重你的选择 那谢谢你 我们去探访一下旗袍的制作 那小宝和天草就去开开赛车 那我们翻头行动 一起走吧 出发 我要问你了 有一道汤 这个有土豆 有西红柿 我知道 经常喝的 罗宋汤 哎 罗宋汤 罗宋汤很好喝 那我要问你了 为什么要叫罗宋汤 因为它有很多蔬菜 它是罗宋的人说的 因为罗宋这个词其实是英译过来的 本来就是Russian 俄罗斯的意思 就叫罗宋汤 俄罗斯的汤 罗斯的汤 杂菜汤 那么其中旗袍也同样如此 旗袍是北方的服装 但是你去想啊 很多老电影的话 上海的时髦女王都是穿旗袍的 也上海 也上海 旗袍顾名思义是奇人发明的 脱胎于晚清时期的北方 旗袍的真正成就却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 上海在开放 进取 包容的大环境下 传统旗袍经过不断改良创新 吸收时尚 最终形成海派旗袍的整体风格特征 成为二三十年代上海主要的流行女装 这条呢就是茂名路了 两边啊 有很多旗袍店 那这一家呢叫金枝玉叶啊 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家旗袍店 要不要试一试 好啊 去看看吧 来 我们一起进去 您好 您好 请问叶子在吗 在 叶子老师 您好 叶子好久不见啊 她毕业于东华大学莱佛市国际设计学院 经常借鉴国外时装设计师的灵感 把流行元素应用在旗袍上 使之传统与现代完美集合 让传统旗袍焕发出新的火力 让每一件旗袍都彰显出东方女性的魅力 她设计出来的旗袍也深受很多明星的喜爱 如赵雅芝 硬彩尔等 这位是谢妮 很年轻的零零后 但是呢很想体验一下上海的风情 尤其是老上海的感觉 那我就想到你这儿 是 旗袍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对对对 你看那么多琳琅满目 对对对 二三十年的时候旗袍是在上海非常流行的 那么今天我就考考年轻人 因为我们这里面呢 有经典的和改良的旗袍 你去挑挑看哪戏是属于经典的 那我们试试 好 好 叶子老师 你看谢妮和我手中的 这两件旗袍 是传统风格的吗 我有把握这件肯定是 它是红色的 它其实有喜鹊 寓意其实就很好 就有了这么一点传统元素 你就敢说是传统风格的 来 叶老师 其实两件都不是的 都是改良的 但这件呢 从它的色系和图案文样的话 是有点中国特色 但是它的那个滚边 整个扩形呢 其实已经是做过改良的 造型上来叛管 其实不是传统风格 对对 更时尚一点 给我们展示一下 这二三十年代上海风格 这一点就是 因为就是二十年代的 那个风格的旗袍 它那时候旗袍 比较流行长款的 那么它的工艺细节呢 也是极其考旧的 包括它的滚边 扣子是成手工的 您说的没错 这衣服上一旦有这个盘扣啊 就有这种年代 对 年代感觉 但是我记得看一些 这个资料说啊 二三十年代 大户人家的旗袍 都是有袖子的 这件好像没袖子 后面有这一件 你看 对 后面这件就有袖子 它的特征就是更强了 但是那时候的旗袍呢 其实它是非常讲究的 就讲分寸嘛 所以它的分寸 就是这个讲究在哪里呢 就是旗袍开刹的高低 对 有高的 有低的 但现在一般人穿的 都比较偏高 那时候的人都是穿那个 特别蝴蝶那个店员 穿的都是扫地旗袍嘛 它的开刹比较低的 对对对 那时候都讲究 但是其实很有意味的 那时候穿着扫地旗袍 特别有意味 我也特别喜欢 开气比较高 开刹比较高 那个我看旁边这件旗袍 还有那个梁朝伟和张曼玉 拍电影《花样年华》 对 《花样年华》 对 那时候那个就是 五六十年代的旗袍嘛 它是就是素旗袍 它不加滚边 然后况且就是版型 是比较立体的 它有点像那个迪奥 就是纽鲁克时期的 西方的借用了 西方的立体裁剪 对 这感觉好像就摩登了 对对对 摩登年代 而且它是没有开刹的时候 在后面 它是后面太长 对 和开齐 这有点西方的 就是像一步群那一感觉 包括它的拉脸 都是在后面的 看到这件旗袍 我就会脑海用 反映出花样年华 是那种小提琴的音乐 是是是 没想到吧 我们熟悉的旗袍样式 其实都是改良旗袍 受西方立体剪裁的影响 旗袍造型从长袖 短袖 无袖 到连肩袖和叶袖 款式变化多端 收紧的腰身 提高了袍叉 这种以简洁线条 完美表现 人体曲线的造型艺术 咱们到这儿来了 对吧 咱们感受一下 这旗袍的制作 像这种小盘扣 都很有意思的 收一下 可以啊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试一下 然后从怎么样 两尺寸定制开始 挺好啊 那先去试试吧 走吧 走吧 定制旗袍是分很多步骤的 每个款节呢 我们由不同的师傅来完成 那么两尺寸这个款节呢 由我们王师傅来完成 何老师好 他已经有30多年的经验 是非常资深的 那王老师您看一眼 就大概知道 我们的这个尺寸了 哦 是的 他那个基本上是穿M号 是中号 哦 我还以为你穿S号呢 原来你快头不小 瞎讲 那么我们来体验一下 整个气泡的定制的一个过程 好呀 那王老师 就赶紧帮他量一下尺寸吧 哦 不对 他那个这样量呢 我是没办法量的 因为我们呢 要换气泡再量 这样的量出来比较标准 好 那我们就换装吧 嗯 好 好 穿上旗袍啊 这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啊 谢谢你显得挺挺欲力 嗯 我觉得这件旗袍好像就是这个尖宽呢 稍微有点不合身 您觉得尖宽应该大概是多少 它那个尖宽那个基本上在39 39 啊 39分分 你说的好自信啊 是的 那到底是不是39呢 好 咱们看清 咱们来量一下啊 验证一下 真标准 尖宽39 我帮您记录下来 谢谢 如果咱们量尺寸的话 是要量多少个标准呢 你看我这本上特别多啊 我看看光上妆就有22个空 下妆还有11个空 要填那么多 哦 是的 制作旗袍对品质极致要求 从第一步量体开始体现 必须精确地测量人体20多个部位 才能保证制作的旗袍 完美体现女子的体型 其中有以胸 腰 以及最为细处的浪雕为关键 哎呦 我们已经量了那么多尺寸了啊 哎 那个王老师是不是量完这么多尺寸 就可以交给裁缝师傅了 是的 让那个字版师傅 还有那个树画的师傅 让他那个进行制作 那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起码要在45分到60天 哦 精工细作呀 制作旗袍第二步 制版 当老师傅将抽象的量身数据 转换成线条时 旗袍的样子 其实早已在他的心中呈现 别看寥寥树笔看似简单 其实暗藏数十年的功力 第三步 剪裁 一把剪刀决定了旗袍的灵魂 不同的部位需要流出的尺寸不一样 每个小小的细节出错 都会影响到整个旗袍的制作 第四步 缝制 旗袍对缝制有严格的要求 制作一件旗袍将近9万多帧 每件精美的旗袍 都是师傅们一针一线的匠心制作 第五步 盘扣 细致入微的盘扣工艺 更是旗袍的点睛之笔 旗袍不仅仅是一件服装 更是一件艺术品 师傅们花费在它身上的心血 它的手工艺价值并不能用金钱和两 它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服装本身 它是一种记忆的传承 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咚咚 这么多的盘扣 那么坐在我们当中就是 制作盘扣的陈老师了 你好 陈老师 你好 你好 还有这么多盘扣都是你们自己做的 对的 很漂亮 对 都很精致 来 谢妮 选一个你最喜欢的 当然是这个了 那谢妮 你选了这个好看的 你就得做这个 心灵手巧的我一定能完成 大言不惭 我这么心灵手笨的 我就不想它这么挑战难度 我做这个 这个看着跟蓝莓似的 我差点都把它吃掉 这个大概应该比较简单一点 对的 盘扣当中最基本的 好 那陈老师 你教我们怎么做 好 开始 来 这个狮子 这样生的狮子 然后再跟拇指绕过来 好 等会儿 您再慢一点 再试换一下 不是 其实咱们随便扭着 不是也能够把它弄成个球就行了吗 那当然不行 对 好家伙 这怎么弄的 看着简单 对的 对的 对 这样 这样 套上去 可以看到 套上 然后呢 这个短的从这长的这边 下面绕过来 穿过去 管的从这边 对 你手指头不要拉掉了吗 拉到不行了 好难 好难哦 好复杂 做了一个后面全错 来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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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这样子 对 这样子对了 然后中间 对了 不对了 还是不对了 落后了 我已经快完成了 我打算放弃了 小小的扭头却难倒了我们的余老师 彻底放弃的她只能乖乖地看着了 那么年轻的谢妮能否完成呢 对 好了 对的 扭头好了 嗯 已经完成了 嗯 哦 这十字圆 十字圆一点就更漂亮了 好呀 这个扭头不错 谢谢啊 分开我了 不行 这是我的功能 哎呀 我就是做个扭头 你还要做扭盘呢 你先做扭盘吧 嗯 嗯 我就不参与了 我就看看啊 好 咱们再摄转扭课啊 画课啊 我们开始啊 这个盘扣嘛 每个角都是对称的 长的大的角嘛 是4公分 里面短的角嘛 是0.7 这么小 嗯 对的 看了啊 4公分 量一下4公分 对 然后再量0.7 就一个角出来了 我来吧 你来啊 来 然后量4公分 4公分 对 那我得 然后是0.7 对 0.7 对 再来一个4公分 对 摘一下 对 然后就是 对 0.7 0.7 然后呢 再整一下 行就行了 终于遮完了 真的是看到 桌上这些盘扣啊 都像艺术品 工艺品 可真的是 咱们自己试了以后呢 就觉得咱们的这个 心灵不够手巧 是吧 是 所以一件旗袍的完成 是很多工匠们 共同的心血 这个每一件衣服啊 大家都应该 好好的珍惜 好好的穿着 是吧 感谢陈老师 今天让我们体验了盘扣的制作 那么谢谢你啊 今天咱们对旗袍的整个制作啊 这样的一个流程都了解了 接下来就要看你的咯 穿上旗袍 拍一个精美的MV 怎么样 好 咱们出发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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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看这车简直太棒了 真皮的方向盘 对 真皮的座椅 还有前后座椅的加热系统呢 哦 哎呀 还有BOSS的音杉 对啊 都有啊 好了 你都感受过了 来咱走吧 嗯 怎么了 我不会开车 什么 你不会啊 这车什么呢 赶紧下车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油门小姐 这个很难 这好像是举过一只 两百斤的胖子一样 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的表现看成完美 赛车里的刹车 比油门要重要五十倍 这好生股的吗 这块 这块 多吃一点 来来来来来 感谢记忆天成 人马一体的马斯达品牌 对于本节目特别赞助 感谢精彩短视频 秒拍抢先看的特别呈现 感谢首席合作伙伴 KDX防茂谱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节目轮胎赞助商 通优轮胎特别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